嗯,大家好,今天我大概就是想先讲一下这个我对北美房地产市场未来十年 的预测 我们大家都知道 16年在北美,特别是加拿大这里,16年是一个高点,很多像比如说我在温哥华,温哥华 2016年的价钱在温西很多现在house的价钱还没有超过2016年的价钱 那个时候2016年house的价钱是首先是从温西开始标的,然后慢慢拓散,扩散开来到郊区 那然后我们从16年开始到19年,这个是三年调整期 很多的价钱,尤其是郊区的价钱也是跌得很厉害 当时调整的有20%到30%,就是抛开温西不谈 2022年的特点是从郊区开始 涨 涨得很厉害,然后很多人抢,抢高的,然后 然后温西很多房子的价钱还没有回到2016年的高位 还在低位增长 然后 现在我们从2022年1月份2月份的高点跌到现在已经是跌了有9个月10个月 现在很多郊区的房子已经跌了30%多 因为这个利率一直在飙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这是我的一个预计 就是在2023、2024年底房子会见底北美市场 然后随着利率稳定一段时间 随着利率稳定一段时间 伴随着可能性的全球性的经济,金融经济危机 美联储会降息,降息会导致房地产大幅反弹 到2025年2026年 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反弹 反弹结束以后 巨型的通货膨胀,然后导致美联储继续加息 可能还要跌的比,还要更加厉害 这就是我大概就是我从股市场结了一张这个图 大概的意思就是2016年高位 然后2022年郊区高位 甚至比2016年的郊区的房价还要高 然后2016年跌了三年到2019年 2022年快速调整估计也要两年 然后伴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会反弹 会在2025年2026年反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,仅供参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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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